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2月4日星期二早上的天氣報告 四日的農曆年假期剛好過去了 天氣來計算是比較陽光為主的天氣 而且溫度亦比較暖 帶大家留意 已經回到大東風 而且接下來有一個趨勢 到周末至下周初天氣會更冷 先回顧昨天的天氣狀況 在天氣照片見到 昨天基本上都是天朗氣清 很適宜交遊 不過大家要小心防火 另一方面我看溫度 昨天比較陽光的緣故 市區的氣溫最高達到25度 其他地區特別是新加部份 有些甚至乎達到28度 不過大家留意 因為今早清晨時間 有故東北華風 已經抵達了廣東沿岸 香港亦翻肥一些比較大的東風 所以今天日頭亦會涼快一點 事實上我們看今早的氣溫分佈 看到市區是18度 其他地區普遍低2、3度 雖然早上溫度不算太低 不過留意雲層比較多一點 我們追蹤衛星雲圖 看到半徐的古東北華風 有一條雲帶已經抵達了 珠江口附近一帶 所以這區今天亦有些雲比較多 亦預測香港方面 今天會大致多雲 能電度比較低 稍後甚至乎有兩陣雨 氣溫最高在日頭都是21度左右 風方面會出一些和溫至清淨的偏東風 風勢會是間中吹強風的 至於未來那兩三天 我們預計繼續在廣東沿岸都會受到 這一股比較大的偏東氣流所影響 比較多雲而且會有些雨 再長遠一點來看 我們展望到週末以至下週初的時段 將會有另一股東北華風的補充 由北邊抵達 屆時會令到我們這區的天氣會再冷一些 所以也展望香港在未來一兩天 風勢比較大 而且多雲甚至乎有些雨 去到長遠一點去到週末下週初 受到另一股北邊而來的國華風影響 氣溫會有趨勢再向下調整 天氣講到這裡 祝大家新年進步